你见过世界上最凶猛的鸟吗? 众所周知,草原之王是狮子,丛林之王是老虎,那么空中之王究竟是谁呢? 说起大型猛禽,相信很多领导第一时间会想起金雕。 的确,金雕的战斗力毋庸置疑,非常的强悍。 但是比金雕还要凶猛的大型猛禽,其实还有很多种。 由于它们的气息环境不同,如果不是刻意地去寻找这些猛禽, 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些罕见的大鸟。 今天,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战斗力最强悍的十种大型猛禽, 一起来看一看鸟是怎么猎杀狼的。 大家好,我是黑兔,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,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,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,给黑兔个霸气鼓励,谢谢。 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排名第十的安地斯神旧,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之一, 这家伙的一盏最大可达3.3米,体长1.3米。 这种大鸟的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, 安地斯神旧主要分布于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脉, 数量仅在400到4000只之间,极为罕见。 雄性安地斯神旧的头上长着一个像是机关子一样的东西, 雌性没有, 它们的脖子往上几乎都是秃的, 这个家伙每天要飞200多公里寻找食物, 主要就是以一些腐肉为食, 是一种食腐动物, 它们一般很少会主动攻击猎物, 攻击性不强。 在很多地方, 安地斯神旧也有着青道夫的称号, 很多大型动物死后, 尸体暴露在野外, 如果在安地斯神旧的活动范围内, 就会被它们吃掉。 在一定意义上, 安地斯神旧对自然界的贡献非常的大, 如果没有这些腐蚀动物, 将一些大型动物的尸体处理掉, 等到尸体变质, 很有可能会散发出各种疾病, 甚至瘟疫。 当然, 长期食用腐肉对安地斯神旧的身体, 自然也会有影响, 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, 主要就是它的秃头。 每次食用腐肉的时候, 它的头就会扎进食物的身体里, 有些变质的血液可能会导致它们脱毛。 也就是说这种鸟不是天生就是土地, 一般头顶上没有毛的鸟, 大部分都有可能是食腐动物。 好,排名第九, 欧亚雕骁。 没错,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猫头鹰。 与普通猫头鹰不同的是, 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, 这种大型猫头鹰的赤斩将近1.9米, 体长也将近1米。 相比普通的猫头鹰来说, 它的体型已经算是相当的大了, 雕像的气息范围特别的广, 从山地、森林、平原、荒野、 包括高山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, 不过即便它们拥有这么大范围的气息地, 我们人类可以碰到它的机会依然非常的小。 我们都清楚, 猫头鹰是一种夜行动物, 一般白天很难见到, 而这种大号雕骁一般情况下更是远离人群, 活动在人烟稀少的偏僻之地, 白天躲藏在茂密的树林中休息, 到了夜晚才开始捕食猎物, 人类见到它们的机会会非常的少, 雕骁的听觉非常的敏锐, 而且这家伙在飞行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声音, 它们猎杀老鼠是一把好手, 有时也会吃兔子、野猫、豪猪, 甚至有可能会猎杀有蹄类动物。 排名第八, 白头海雕。 之所以叫白头海雕, 原因也很简单, 因为它的头就是白的, 这个家伙长相相当的哇塞, 是为数不多的一种, 非常漂亮且霸气的大型猛亲。 白头海雕的体长可达一米以上, 一盏超过了两米。 虽然没有安提斯神舅的体型大, 但是它要比安提斯神舅凶猛, 白头海雕的性情非常的凶猛, 它的爪子跟嘴都是非常的尖锐, 非常的勾, 十分的锐利, 特别是它的爪子, 爪尖利如刀杀伤力非常的大, 据估计它们的抓力可能是人力的十倍, 它们的足底非常的粗糙, 这也使它们可以轻松地抓起一些身体滑腻的猎物, 比如蛇跟鱼。 爪子就是白头海雕最厉害的武器, 它们主要靠捕食鱼类为食, 当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, 会用它的尖爪深深地刺穿猎物的皮肤, 腾空抓起, 战斗力非常的强悍, 它们的视力要比人类的视力高出很多倍, 在天空盘旋的时候, 它们可以轻易地锁定水中甚至地面的移动猎物, 一旦被白头海雕锁定, 它们就会迅速地俯冲向猎物, 用极快的速度抓起猎物腾空而起, 一般地面的动物只要被抓到空中, 多数几乎都会丧失反抗能力, 此外, 这种大猩猛烟的性格也比较专一, 它们通常都是一夫一妻制, 捕杀猎物的时候, 夫妻俩在一块的居住, 还有它们居住的鸟巢, 一般情况下不会更换住所, 一旦住下来就是一辈子, 因此它们的鸟巢通常都会特别的大, 一般直径可达2.8米, 厚达6米, 重量更是高达2吨。 排名第七, 猛猫, 猛猫也叫战猫, 它是一种原产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种大型猫, 它的体长将近1米, 一盏也超过了2米, 战猫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鸟类劣势者之一, 由于它们出色的战斗力, 在很多地方它们被称为空中猎豹, 这个家伙可以猎杀的对象高达170多种, 其中包括狼、羚羊、 肺肺、蛇、巨蜥, 甚至所向披靡的平头鸽, 有时也会成为战猫的猎物, 在战猫的气息环境内除了人类, 它们几乎没有天敌, 战猫的繁殖速度特别的慢, 通常情况下每两年才能产下一个蛋, 小战猫长大成年需要7年的时间, 超低的繁殖率导致战猫的数量非常的少, 这家伙天生就是一种稀有物种, 后期再加上人类的大量猎杀, 战猫现在已经被列为冰尾物种, 数量可能就在500只以内, 甚至更少, 非常的罕见。 好,排名第六, 金猫, 金猫可以算得上是猛禽中的明星了, 它初次的狩猎能力给人们的印象非常深刻, 金猫的体长1米多, 一盏可达2.3米, 是一种中大型的猛禽, 金猫的速度非常快, 它们在狩猎猎物时可以以惊人的时速300公里的速度快速滑翔, 这使金猫成为现存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, 经过人类训练的金猫可以在草原上猎杀狼, 金猫的猎狼手段主要就是长时间的追逐, 等狼疲惫不堪跑不动的时候, 金猫会一个爪子抓住狼的脖子, 另一个爪子抓住狼的眼睛, 使狼丧失反抗能力, 曾经有一只金猫先后抓住14只狼的记录, 金猫的脚上长着锐利如狮虎般又粗又长的利爪, 它的爪子可以一把就插进狼的脖子里, 刺进要害部位, 穿破血管, 撕开猎狼的皮肉, 甚至直接扭断猎狼的脖子, 攻击力非常的强悍, 除了攻击力强, 金猫含特别的通人性, 非常聪明, 被训练过的金猫在草原上会帮牧民看护羊群, 主要就是驱赶野狼。 排名第五, 虎头海雕, 它是虎头海雕最明显的特征, 就是它黄色的鸟绘与黄脚特别的明显, 它们主要也是以鱼为食, 叫海雕的一般都是以鱼类为主食。 好, 排名第四, 肉锤突鹫, 单看长相, 这家伙就不是什么善茬, 看上去就不是个好鸟, 如果说斑猎狗是非洲草原上的流氓, 那么肉锤突鹫就是草原上空的流氓, 这个家伙是个名副其实的无赖强盗, 肉锤突鹫的个体很大, 体长也在一米, 一站超过了2.7米, 非常的大, 它的汇长度可达10厘米, 肉锤突鹫的力量极大, 它是一种可以撕掉猎物皮毛的突鹫, 作为一种食斧动物, 这家伙也是一个突顶, 它们栖息在干燥炎热的草原, 一般都喜欢活动在比较开阔的地区, 肉锤突鹫是非洲突鹫中最强大和最具有攻击性的, 它们非常的霸道, 经常会去抢夺其他突鹫的猎物, 如果对方不给肉锤突鹫让食, 它们就会使用武力进行抢夺, 其他突鹫不同的是, 肉锤突鹫除了吃动物尸体, 它们还会主动捕食活物, 一些黑斑岭的幼崽和火烈鸟, 都有可能成为它们的攻击对象, 肉锤突鹫发起攻击的时候, 会从高空俯冲向猎物, 用巨大的冲击力将猎物击晕, 然后用它那长达10厘米强壮有力的灰, 将猎物撕成碎片, 非常的残忍。 排名第三, 食元雕, 也叫菲律宾鹰, 它被菲律宾宣布为菲律宾的国鸟, 在菲律宾, 你如果不小心杀死一只食元雕, 最高可以被判处12年的监禁。 食元雕的性情非常凶猛, 它们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喜欢捕食猴子的一种鹰, 这也是它叫食元雕的原因, 这种雕的体长也在1米左右, 一斩可达2.5米, 生活在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中, 它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, 食元雕一般都是成对活动, 一对食元雕差不多要占领50平方公里以上的区域, 在它们的领地范围内, 除了老虎这种大型猛兽, 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可能成为食元雕的猎杀对象, 特别是猴子跟蛇, 这些栖息在树上的动物, 更容易遭到食元雕的攻击, 有时候食元雕还会靠近人类的活动范围, 捕杀小狗, 小猪等等一些家畜, 它们攻击猎物的第一步特别的狠, 俯虫而下, 直接啄下猎物的眼睛, 使其丧失反抗能力, 然后再将猎物撕成碎块, 一点一点地带到自己的鸟巢里, 另外随着人类不断地砍伐, 深深老林逐渐地减少, 这种大型猛兽的数量也在急速地下降, 食元雕现在已经被列为极为物种, 估计大概也只有300多只了, 好,排名第二, 非洲冠英雕, 这个家伙的体型相比以上那些, 略显小一些, 冠英雕体长90厘米, 一展1.8米, 虽然体型没有上面那些大, 但是它却是非洲最危险, 最凶猛的猛禽之一, 冠英雕的力量极大, 它们拥有一长大的爪子和粗壮的腿, 这也是它们的主要武器, 它的威力足以捏碎猴子的头骨, 另外它们在飞行中, 可以提起重达30斤往上的重武, 力量特别的大, 把它列到第二名, 是因为这个家伙的攻击性非常的强, 对人类来说是有危险的, 冠英雕的大爪子, 既然可以轻松地捏碎猴子的头骨, 那么对人类小孩也是具有很大的威胁的, 特别是母冠英雕, 雌性冠英雕在羽化阶段, 特别容易攻击任何靠近它巢穴的人类或动物, 这种大猩猛禽可能是现存为数不多的一种, 会攻击人类儿童的猛禽, 曾经在非洲有一个案例, 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在路上遭到了一只冠英雕的攻击, 鹰的爪子直接穿过了男孩的喉咙和胸部, 当时正好被农天里干活的妇女看到, 用锄头赶走了冠英雕, 救出了小男孩, 还有另一个案例, 动物学家在冠英雕的鸟巢里发现了一个人类儿童的头骨, 关于冠英雕攻击人类的案例还有很多, 这种大猩猛前的攻击性非常的强, 不过它们一般只生活在非洲大陆, 我们这里几乎不会出现它们的身影, 好,排名第一, 狡猫, 狡猫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热带雨林, 它们的体长一米, 一盏两米以上, 最强悍的就是它的抓力, 感谢观看,